三系列烘干装置拆装视频 注意,拆机前先断水断电,避免意外发生 1.用十字螺丝刀拧下底座的螺丝 2.用螺丝刀扣出底座上的卡扣,使上盖脱落 3.将上盖与主机的连接线拔出,使上盖与机身分离 4.拆除烘干装置前,先拆除电源板装置 然后拧下烘干装置左右两边的固定螺丝 5.在主板上拔下干燥装置的连接线 风温加热线,烘干风机线 5.拆除开地下来 3.拆除who请3.拆除 7.拆除 7.拆除 颯荣曖 7.拆除 2.拆除 15分 3.拆除 8.拆除 取下旧的烘干装置 六 取出新的烘干装置 插上烘干装置的连接线 七 重新拧上固定烘干装置和电源板装置的螺丝 八 将上盖与主机的连线重新插到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将上盖放置到位 重新拧回底座螺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写草 B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